今天下午我們知道了政府經以就著 這個什麼 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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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替補是比較容易去講的 我們只有一句說話就說 這個政府不見棺材不流淚 回到你昨天發表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級級可危 你覺得是特區政府的問題 還是行業辦報應的問題 或者是編輯甚至記者從業員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各方面的問題都有 你講漏了一樣的就是中央政府的問題 因為其實那個才是最大的壓力來源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為何說現在級級可危 其實是跟所謂一國進兩制退的關係很大 當中央政府的意向是越來越能夠影響香港政府的時候 它對不同事物的態度都會影響香港政府的最大 包括新聞自由 但這件事有很多時候 我聽劉瑞兆經常說 我覺得夫子是對理解內地的很多政策和官場 他比較比我們認識 或者比我認識多些 他經常說很多事情不是香港要聽從北大人 而是那些官員或者特首的幕僚 或者他的所謂問責官員 就是自己去揣測北大人要甚麼 有這樣的情況存在 但是亦都不能夠抹殺 確實是有些東西是中央政府的意向很明顯 譬如我問你 為何今年年初不讓黃丹和吳爾開希進來香港拜祭司徒華 你覺得這是香港政府揣摩北京的意思嗎 我相信不是 是因為北京政府不願意 你都見到最初好像說到差不多水道渠成 突然間一個急轉彎 還是想善泛民主黨 讓你把雲光以為可以拿到好牌 終於臨尾就原來是耳朵底 我聽說是因為中央突然改變了主意 即是他聽到一些延遲刺激了他 於是就行人之步 如果你說突然間會認知 之前也曾經有些人覺得都被他來模仿 那會否有意識到內地裏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勢力在角力 這個當然 這個和朱友忌是現在的北京中央政府 其實他和我們認識的毛澤東年代 或者鄧小平年代 所謂可以一人說了算的年代差很遠 當不是一人說了算的時候 當然就要大家去說數 你給我這張牌上 我就放一些其他東西給你 當然要數 還要數就是在誰後面發功 所以其實他們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力量 在較量 所以如果那些相關的問題 你一定要按照他 要安居心 不會影響你們在內地鬥 如果不是的時候 譬如你壞了一件事 然後入面開會就會說 你那次都這樣 醫護你不要做 你還有壞了一次 畫了一隻豬仔 然後可能要找其他東西 填兔仔 所以去到這些情況 大家都會比較保守 尤其現在就來換屆 上高2012年他都換屆 夫子都說江澤民不出來 公開活都不來 還要回到以前很多時候 我們說西方的中國觀察家 就在香港看著照片 看著排名 到現在仍然是要看的 這個是獨裁政治的解讀 因為他們內部有一套遊戲規則 所以他們經常都說 黨內都有什麼民主集中制 其實他們都會在他們黨內 自己會談 去看看拆不拆得定 拆不拆不定 可能都有少少退讓 所以其實 但是這個民主 只是在黨內才有 你是黨外人士 對不起 你就沒有份 又或者你不是可以影響到 他們黨內人士的人 亦都沒有份 我們說回最熱門 今天下午這個是 替補的條例 中醫都說要順言 不要7月13日會談 也要諮詢一下大家意見 你覺得在當晚警方的活動 或者在過程中 新聞記者的採訪 或者羅玉啟作為人權監察 那個監察角色被干擾的時候 難道又是北京發工嗎 當然北京不會每次 巨勢無謂地告訴你 你要怎樣做 甚至是幫你去派你的人在哪裏 通常當然只有一句 老實說 你派6000元 你以為他會教你怎樣派嗎 他也是跟你說一句 學一下澳門便可以 可能是這樣 於是你下方便要去做 無奈我們的特首是東私校群 當然這不是他們想的事 於是你不是想通了怎樣做 然後才出來說 現在是反過來出來說 然後才想慢慢怎樣做 因為這不是你的想法 這是別人的想法 所以譬如你今次七一遊行 至凌晨去清場的時候 那個阻撓 我相信不會是北京政府很具體的說 你要怎樣怎樣 其實是那個精神已經在這裏 就是不要讓那班人搞事 可能是這樣 甚至是你看一下 為何會在中聯辦前面 警方特別緊張 你好像搞到現在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一個花圃 現在好像一港兩制那樣 即是你示威遊行 如果你去政府總部 可能是寬鬆很多 嘩 如果你去中聯辦 你就真的行不得也哥哥 大家都知道 中聯辦前面那條路很窄 其實是低於政府標準的 他現在唯有自己吃死貓 就是我提的 然後前面就起了一個大花槽 其實很明顯就是 他不想你在門口集結 現在最初還有條路 當然是狠狠的 你這樣被人站高 就容易扔進去 他現在連花槽也不讓你站 你不知道嗎 現在已經是 最先只有大花槽 後來就一排協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鏡台 羅就在那裏 不知道在那裏中了些什麼花 送那些樹 中莫里花 但是他的問題是他很有意 迫到你沒有路走 最初是一排 現在兩三排 其實是不讓你趴前去那個閘道貼物 如果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的警務處長就頑皮了 真是差了 為何被年輕人騙著兩條路 你不是封死了 不是躺在地上 咦 哪裏有位 要堵塞 這一個就是當晚有些記者說 其實他覺得好像警方特意放他們出去 真的 但是究竟 當然是警方特意放 來到然後再去抓他們 即所謂捉放槽 如果是這樣說 會不會真的有臥底在那個人群裏面 是他們帶著衝出來的 沒有人可以說到的 現在誰知道 你除非當時真的有人 剛剛拍到第一個衝出去那邊說 然後就找這個人出來 再問他們究竟是什麼事 即是你除非是這樣 如果不是其實你是很難的 究竟 我們不要說是不是臥底帶頭先 我只是說 就算真的是示威者衝去 他都可以跟你說 是呀我本來想很寬鬆地對你們 我對你們寬容一點 就讓你去 不過你們攔著這條路我就不給了 即是可以是這樣 亦都可以是說 即是真的放一個沙子給你踩下去 亦都可以 所以 只是見到的現象 有時很難解釋 但是總的 大家看到 警方對於示威者的態度 其實是真的強硬了 甚至是記者去採訪 都是阻撓多了很多 剛才中聯辦門口 以前我們可以站在花槽上去拍攝 現在已經不行了 是踢了我們去車路的另一邊 那麼 紮隔了約莫是二十多呎 如果什麼都沒有都沒有所謂 但是問題很多時候 他就會在你前面 加一排警察在那裡 那你其實就很難拍攝 即是變成你那個 你要去所謂 那如果我找一輛採訪車在外面 從高影內又怎樣 那裏沒有得排車 那裏是高速公路落口 所以他經常都說 甚至有時我們跟他說 其實這樣會令到一些示威人士 和那些道路使用者會有爭執 因為那條路這麼窄 那些人一過 那些示威人士就要退出來了 那我說你可不可以叫那些道路使用者走外面 這樣繞一繞 繞一繞花槽外面 那他就會說不行 因為那裏就是一條天橋的 就是下來馬路的位置 所以那些車是很快的 不行 其實有時我們也有個感覺 他是特地逼到你不示威 那些人在那邊截了一條 讓他的交通沒有人就行 那他當然不會願意這樣做 他現在都已經說你衝出馬路 影響一些交通安全 撿了二百多個人走 那你想到他怎麼會 夠膽就告他們 很明顯 所以為什麼這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不好的做法 究竟他是不是濫捕 你想一下 上次韓龍拘捕百多人 已經國際嘩然 搞錯 拘捕那麼多人 好像陳書記出來說說不對 簡直是國際笑話 因為那裏有人會拘捕那麼多 我記得當晚 當警方那個犯言人出來 說他拘捕一百多人的時候 現場那些外國記者 嘩一聲 嘩有沒有搞錯 都沒聽過 為什麼拘捕那麼多人 而且你看得到那些人 都不是好處 那晚我看電視直播 還有今次是二百多人 有線 NOW TV 路過路這樣跳來跳來看 在中銀門口的集結 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既然鬱敏也好 大舊也好 就說年輕人就留在那裏 如果你要就 老人家或者明天要上班有事 就走啦 那你給別人走 他又不給別人走 就圍住 那算怎樣 所以你不是說 究竟警方 他經常都說那些示威者 他們不顧安全 他們行動比較激烈 為什麼自己他又不見得到 自己究竟是不是你 警方那個手法 也是太強硬 於是就是 你壓力越大 反抗力越大 於是大家不斷升級 我今晚最不高的 看到那些用膠帶去塑住那些人 甚至是用鐵 用孖葉 用我的手扣扣住 我覺得 即是孖葉也不夠用 所以用塑帶 什麼時候有 我們見到 在現場 見到有人是反抗 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應該記得2000年 當時在打花園 又是打了兩個記者 不知是兩個還是三個記者 其實當時我們問 你在什麼情況下 你有守則 用孖葉也 其實我們的理解就是 要是他想走 要是他對你有很大的人身攻擊的危險 不是的 還有一個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很好聽的 如果在電台 在電台我們問過 問過幾個公司 是科技人的 他們答法答得很漂亮 很漂亮 如果警務人員在那裏 覺得被逮捕人士 或者要協助調查人士 如果他懷疑他會傷害自己 哇 真是多愛惜我們的子民 但他又不想 他用那些索帶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些索帶一索 你如動 他很緊 他一定不會鬆脫脫脫 不過當晚我覺得 我們香港有很多純民 每個人都說 我給他搬就搬 是一樣要問他的 每一個人都要問警務員 請問你現在是 邀請我離開 還是你現在是拘捕我 是以什麼理由拘捕我 我們很多人要問他的 如果我不是被拘捕 你為什麼要托我手頭 這是人權 今早警方發言人李健輝 還在說他們會衝出馬路危險 你想想他們被捕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想過邀請你離開 剛才你想離開也不讓你離開 現在是他拘捕你 因為實際上被人拘捕了記者 他已經給了一張紙 他說他是一個拘捕人 被拘捕者 要何時回去報道 所以他根本沒有想過 邀請你回去 我想知道 顧用他的公司有什麼態度 有表示什麼 有沒有出來撐他 他的公司當然 你也看到他在處理著 他已經是凌晨 因為一件事凌晨發生 他就凌晨兩點多 拘捕了回去 談 總之 把封信給他 已經是三四點 然後 等了兩個小時 還未放人 突然打他再問他 他被捕 最初都不知道原來他簽了 後來到早上找到我的時候 我要多問很多情況 這段時間身為主管 就要好好反省一下 這些情況 你現在做什麼 打電話警部署長 叫醒他 真的 你拘捕了我的 夥計 你的夥計 對我的夥計 不對 真的 不可以卸他 所以我後來 另外青台那個 我真的給了李健粉 他電話 我說你直接跟他談 他也要解釋 至於那個記者的情況 因為當我知道他簽了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他簽了什麼 所以我又不可以像你那樣 大致小就打電話 我要先知道 你到底簽了什麼 牽涉到我們這些 我們的行家 怎樣帶領新入行的我們職業 和學校怎樣教他 我覺得這件事很高 當然我們譴責警方的那種方法 你明知道他是記者 你也要拘捕他 甚至還要他自簽擔保 我覺得最離譜的是 我抬著一部機 是什麼電視 你還懷疑我的身份 難道我去偷一部機 或者偽造一部機 然後去扮記者 不止抬著一部機 直接有一個天天出鏡的anchor 走過來跟他說 就是想著行的 給警務人員看之後 這個是我的同事 都不行 都不行 麻煩你繼續拿證 你跟他說禮貌不行 說我不行 家家有求 不是 如果你問我在場 我就會跟他這樣說 如果我是那個anchor 我會跟他說 你幾好 你是什麼事 你做一件事 每一件事都有因有果 真的要告訴他 林毓華 放不開 你做了這麼多年 當然是 所以我都說 他有一個anchor 這麼斯文 另外有一個更兇 就是攝影師 他又截著另一個攝影師 大家都知道是哪個台 又是問他拿證 當然是火 通常你揹著已經十幾磅機 身水身汗走來走來 你還問我拿證 他就說 你睡醒了沒有 真的要問他 真的要問他 有時候 當然我們明白 當軍也好 做警務也好 他們有一句說話 上頭吩咐我一定照做 所以肯定這個是上頭的指示 當然是說 如果他是記者 要他出事記者證 否則他不會明明見到 日日在電視上見到的人 你都要他給記者證你看 因為如果他不問你拿 出事就他拿 所以問題你要問回 就是警方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在今次 他取取這樣的態度 當然你說下面那些 不懂轉播 這個也是 老實說 還有一個鏡頭 我覺得是沒有理由的 我見到羅玉啟 整晚在那些示威人士 警方之間拍攝 沒有人干擾他 沒有人干涉他 到清場的時候 我都問他 不是動他 我真的鬥他走 離譜 我見到現場就是 據你力爭 所以我聽不到他說什麼 那些事 他不斷問他 你為什麼要拖我走 你憑什麼拖我走 就是這麼上海的事 但問題就是 你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為什麼清場的時候 你趕人走 你是否不想讓人看到你怎樣清場 其實當年他在 去打花園塔 那兩個記者的時候 其實也是 因為他那時候 就是預備去清 那些 他今早也經常說 那裡是他們執勤的一個 封鎖線 但是羅玉啟的理由就是 只是因為我要觀察你們 執勤的時候 或者執勤的時候 有沒有虐待 或者有沒有一些不虧的東西 你不接近距離怎麼看到 這個正正就是為什麼 就算在1990年代中期 那個美洲的人權專家 他們叫做Rappertor 那些專員 已經是說過的 他說 凡是有衝突的地方 更加需要記者在現場採訪 因為他們在現場採訪 監察著一些執法人員執法的時候 是可以避免警方濫權去踐踏人權 所以就算你有封鎖線 通常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記者都會在現場 當然你說如果我們去到 影響你的所謂行動 這個大家可以談 但是你不應該用封鎖線 來保障你自己去掩蓋一些東西 甚至是把封鎖線畫到老遠 所以你見到警官那天都口疼疼的 但我都覺得我們有些警務人 有些有良知的 如果Rappertor胡亂說 但你說不出的時候 我都會說叫Rappertor胡亂說 叫Rappertor胡亂說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炸到痛 很多方法 但是老實說 我們是不是希望 我們號稱很公正的執法人員 有得這樣 我現在看到有些現象 是令我覺得很不舒服的 當年李明葵在別人示威的時候 別人說他就播貝多芬 和你鬥大聲 其實就蓋了你 但是好像現在這樣 越來越就是 你說你擺一個民主自由帳 他就說你沒有娛樂牌照 真是卑鄙 而且在六四的時候 就叫人家兜大灣 而且明知那裏有些路 其實是有級的 大家都知道 那個維園後面 近平潮那裏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的心態很差 我覺得警方也是故意的 第一 他是分段被人走 而且我覺得不應該在酒店那裏 這樣塞住 在那裏是塞了很久 我自己都沒有那個來勢 終於我走上條路 由天橋辦路回去 所以沒有計算你了 是不是那五萬一人都怎樣 我不知道我計算我 但是我覺得是 我去到灣仔都可以計算我的 警方的數 今次只是說維園出發 他已經不講其他數 這些位置你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用一些所謂行政手段 其實你是有心去阻撓的 你不要再 當你出來說 我們很公正辦事 我們是為了市民的安全 有沒有人相信你 你不要以為現在香港 真的說了一百次 雖然我們在這裏批評 警察都要得不好 但我也覺得我們要幫警務處處長 麻煩你 我已經在我的臉書寫了 這個梁振英叫做收聲 他就說 搞到我們 我們這些酒店 文華酒店 在的士站 有人揹著行李 不知道怎樣好 你知道嗎 這個就顯示了我們這個 疑似特首候選人的智慧 即是說他的腦袋 他的智慧 連一個酒店的Bellboy的智慧都不能夠 就是用Bellboy 對 用Bellboy 如果有個Bellboy 是看到的士站 有文華酒店的貴賓 是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趕機場 就快到了 你猜他怎樣做呢 很簡單 他一定會進去大堂 跟酒店的 assistant menu說 我現在就幫我拉行李 去到這個IFC的機鐵 坐機鐵出機場 就這麼簡單 你不懂的事情 就不要亂說 你CY真的 閉嘴 如果你覺得要懲罰這些年輕人 麻煩你去行政會議 你是顧問而已 你跟特首說 你跟行政會議說 你就不要公開說 公開的是 這些是警務處的職責 什麼時候輪到你說三道四 現在我們來香港 我自己也覺得這樣 當然會引起不便 我覺得這個不便 大家都要犧牲 但是我又覺得 但毓民被人罵 但是我覺得毓民都應該道歉 因為實際上 會對一些人造成影響 我覺得兩方面都要做 你要道歉 但是也要指出 這個權利 當我運用這個權利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引起不便 但是這個所謂的必然之痛 大家可能都需要忍受 我覺得兩邊都要做 他講了一些道理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能夠說聲對不起 我相信十二萬人會 今天我看完香港的社論 有一份報章的社論 嚇我一跳 哇 給一些親外國陣型的社論 還要離譜 他是說 毓民你說句對不起便可以 那我就不知了 究竟毓民在場 有沒有說一句 我們是不知的 我們現在唯有 靠電視 靠報紙 複述第二報道 可能毓民有說句話 是的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說 如果梁振英 他只是基於現在電視 說了幾句 就作出批評 我覺得不太對 通常我們記協 要發聲明也好 要表達意見也好 評論也好 我通常都會去打給當事人 問一問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還有我覺得作為一個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你怎可以去指導這個 或者去訓事警部署 說下一次民陣這些人 再申請的時候 你就要加一些會議的情況 有沒有搞錯 真是 這麼離譜 他是這樣說 或者我是這樣理解 如果他這樣 我就覺得他真是過分 他是 我們覺得 就是 還有第一 抑敏和民陣 大家都知道是兩批人 他都已經宣佈了解鎮 還有 難怪民陣要去上訴 你不可以 要我確保做什麼什麼 其實你真是沒有理由的 你怎可能叫我去確保 你自己也確保不了 不是我說什麼 你叫警方去自己確保 看看他確不確保得 我相信他也確保不了 他可否說確保不了他炒友 所以7號之前 我們請范國威上來的時候 他都說 真是離譜 那些是應該警務人權做的 你作為一個主人 他做不到 你做不到要我做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官司兩個口 我做不到就是你做 不過錢我照收 說起來真的很離譜 還有一個很離譜的 就是在城市論壇上 葉劉淑儀前補局長 然後說 你不要罵林瑞麟 他只是打份工 做文責的局長 叫做打份工 有沒有搞錯 所以我極之討厭 曾蔭權在他做這份工的標語 真的不通 你看到他的心態 他真的當是一份工 當然不行 這份工 怎麼只是一份工 我們期望 你領導香港的領導人 至少都有點軟見 有些任務 只是當是打一份工 他就說 要不要朝九晚過了五點 不要找你 真是慘 不過局長 有句話 前局長葉劉淑儀 我有一句話 剛剛聽過 今次幫手去 勸銷這個惡法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放軟手腳 沒有人幫手 當天我們說 嚴局長很勇 他就說 隔壁左右 都是沒有人幫 是自己勇 自己衝 自己衝上去 這次很少 黃仁龍最後 跟他一齊 但黃仁龍的解話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 我又很少這麼衝動 可能這是我的訓練 剛才你說的 我們做記者 當然想想 我要不要這麼快 就表示 我受不了 我立刻Facebook就說 你黃仁龍未曾做司長之前 你都是法律的 你都是大陸司公會的成員 如果兩個法律團體的代表 都說政府不對 包括你不對 你黃仁龍厲害了 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就說 你現在做官 你說易做也可以 難處也可以 易做就是 上面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好像今次這樣 今早都還說不變 民建聯那些還說 覺得很有難處 現在到晚上 政府改了之後 譚宇宙才這樣說話 他就說 這樣也好 可以拉闊一點時間 給大家討論 好 我們在電話上找到羅玉啟 羅玉啟現在在民陣開會 羅玉啟 喂 羅玉啟聽到嗎 聽到 我隔壁就是麥啟 是 我們在談 一開始的時候 談到你昨晚 即是說 你是1號 遊街 我們上街之後 在現場 究竟你在 我正在電視上 見到你 嘴嘴嘴 很堅持的樣子 究竟警務人員 是跟你對話 在談些什麼 其實如果你說回當晚 我們在現場 警方其實 拘捕我的時候 首先 基本上是自體動作 叫了兩個警察 兩個買例 然後就夾著我 就要夾我走 當時我當然是很驚惡 和抗議 因為沒有理由 連個監察員在那裡 都趕我走 而且在過程中 一直都警方和我們很合作 譬如大家走位 攝影隊 警察的 crew 和我們之間 互相走位 但突然間 好像官字兩口 有班人讓我們在這裏做事 另一班人趕我們 還有我們從來 十幾年來都沒有見過 這種要拘捕監察員 我們當然要跟他們爭辯 當時我們指出 就是 這個案內施保原則 都是說 有些人權 可能受到侵犯的地方 這個人權觀察員 是應該可以在場的 此外 其實警方在 警方在 警方回歸的時候 李明慧事件 我們跟進的時候 警方也都同意 是協助我們 進行這些 政治威脅 十幾年來都是這樣做的了 為什麼突然間 就做一個拘捕行為 而我當時做的 也都沒有任何 超出我觀察員的角色 所以我們是很好氣憤的 第一是違反誠信的 過往他答應了我們 第二是在權力上 我們沒有理由突然間 要這樣對待我們 而且他們的前後不一致 你們讓我們在這裡 不能亂來 今天更有趣 今天警方公共關係科 總警司李建輝先生 竟然說 在場所有人要清場 那些 他說你在封鎖的範圍裏 他說我們應該聽到的 我們應該要走的 第一我真的聽不到 他說要所有人清場 我們要理解的 他只是叫示威者 你們再不走 我們就怎樣 其實對當時在場的 無論是記者 或者我們都沒有任何要我們這些人離開 如果要的 你們都做了傳媒就知道 肯同他理論的 我們沒有人出差 但當時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即使在場 都是有合法權限制 他們容許我們在 所以離譜 我們都沒有任何意圖 阻礙的行為 也沒有 無論從任何道理 都沒有理由對我 採取拘捕的措施 李建輝今早說 他只是逮捕一些 坐在那裏 或是躺在那裏的人 即是他當他是示威 你當時其實坐在那裏 還是躺在那裏 還是躺在那裏呢 是啊 我從來都沒有在裏面坐過 我不想跟他坐在那裏 或者躺在那裏 很累 就走到外面 完全離開了那個示威範圍 行人路邊 那些草地邊 那些石膊 李建輝會不會你的行動 你的態度 或者被他懷疑你是同情 或者支持這些示威人士呢 其實我們第一 就沒有任何行為 去參與他們示威 表達跟他們相似的要求 第二 我們也沒有說 拍攝肩膊 你怎樣 他怎樣 你有沒有跟他動物 跟他大舊 和他大舊 和他大舊 同樣做事 我們沒有在現場上 用任何偏頗的立場 有時候 我們在那些地方 有人罵我們聊天 有時候 如果跟警察談了 我們也會跟他們談 如果不是 我們雙方都是磨一磨面就算了 是 有時候也有些人不太理解 所以我們最近多了一張單 有人詳細解釋的時候 就給他一張紙 不好意思我正在做事 可能你要揹著牌 我再執勤 我現在本身是不可能的 而且事實上 我不是第一次做的 在那裏十六年來也是這樣做的 他好像有件衣服的 我記得羅玉啟 通常在這些場面 有個龜貝 對呀 我們的兒子在工作 其實他要我證明自己 我證明我同事我就可以了 我是中軍事 我證明我自己 我證明我是羅玉啟 你是甚麼人權監製 我穿著那件衣服 還有在場 其實這些記者 大家都說 是羅玉啟 是完全大家都認識的 是 他們 下次這樣 如果再有遇 當我不希望 你再有遇到這些場面 下次你會不會說 不如你拍張照 然後叫他打電話給特首 你問曾蔭權 你認識我嗎 總之 要曾蔭權 你認識我的身份 現場我們有個問題 就是說 你把我扔開了 我就看不到後面 真的不通 最愛我們做事 大哥 你試試記者 我先向你實話 叫你趕你去現場 你怎樣做事 是吧 所以我就說 即使他可能 你又聽不到 他實際上可能也真的 不是對你 或者記者說 但我都相信 如果他就算叫記者走 記者也是不會走的 是啊 如果他叫過 也好 你現實上 我做了一個調整 就是 算了 你們在這裏 我們不是未見過 叫人走 叫記者走的場面 是吧 通常叫完之後 那些記者不太理會 他們未必真的要抬人趕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事實上 是接受了 那些人在這裏的行為 既然你在現場觀察 我想問 有些年輕人衝到大會堂前面 那個高座 那個時候 就是有人是否涉嫌 就說 是搶警方的噴霧劑 是不是真的 我們其實 在那個時候 我們還未到場 還未到場 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 重要的準則 就是我們一般而言 我們就不會去監察一個 我們自己組織的遊行 是 因為日後的時候 那個遊行 我們有份組織 是 因為我們成員團體 但是 他一路進行 去到八點半 他宣佈完結 我們在那個時候 開始 理論上 我們出去做任何監察活動 都沒有問題 因為那些是其他的活動 民陣不會承認 那是他自己的部份 是 但是 從法律上 我們也有一個 穩妥的安排 就是 等一個小時以後 我們才出動 這個就是我們法律上的 remoteness 和那裡有一種距離 疏離 所以我們是見不到 開始的 所謂搶野 或者衝出去那個階段 我去到的時候 他們已經躺在西行線 但是 跟著他再去東行線 那裡我就在場 因為我懷疑 那個發布訊息的一方 可能是來自警方 就說 有人意圖去搶那些品牧 所以他才 這也是他們很關注的問題 有人就說了很多東西出來 但又不去表示他的身份 散了這些消息 就在那裡含雲雲的 所以當晚我看直播的時候 我聽見那個龐述就說 有人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離譜 我覺得 究竟 這個不是潛在發布的同性會 這個可能是 不確定 但是我其實也要指出一件事 就是 警察公共關係科 其實出來 就不是做原目的 它是要對公眾的交代 它是要問責的一個 可能是一個對流的機構 那你公眾質疑 譬如我們質疑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出來作假 又說有警告 又說拘捕那些 只是躺在那裡的人 但是其實講實話 我們看到的 坐在那裡有拘捕 站在那裡都去查詢 其實他們很有問題 為什麼呢 你真的要有一個具體 拘捕人 就不是純粹 因為有人在那裡 你就要拘捕 因為那個關鍵 就是那個人的行為 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剛才說 他可能濫捕 你為什麼因為他在那裡 因為很多人會是旁觀者 有很多其他可能的 是吧 當你警察的訊息 不是很有效地傳遞的時候 他就會繼續在那裡 是吧 他們不是造成一個障礙的原因 或者譬如有很多原因 他可能就是去看著 一些東西 或者好像我們那樣 觀察員或者記者 很多可能在那裡 就不應該說 在場的時候 你就會拘捕他 所以記者也拘捕了 你不知道什麼 是啊 有個實習記者 可能本身不夠經驗 是吧 那都被他拘捕 實際上你看到 情況就是 警方根本就是 完全沒有一個專業的 起碼水準 有殺錯沒有放過 是吧 所以就說 即使我們說 前線的警員 要遵守上級的指示 分事 那他都要 要懂得去理解 分事的行為 做些什麼才行 這個真是 是啊 當場可能有些 低水平的警察 做了些欺負的事 跟著你 喂 警察公共關係科 你是總警司 那一開始就說 他自己有高靠明度 那一開始就已經是 警告在場的人 就要離開 包括記者 和我們 觀察員 但是說實話 你憑什麼叫記者離開 你同樣 你自己的指引都是 的話 協助監了這行採訪 而對我們 也在回歸的時候 做了一個承諾 我們這麼久都是 協助監製 做了示威 沒有理由即時 變就變 還有 跟著國際標準 我們都應該有權在 問題是 尊不尊重國際標準 如果他不尊重 你不可以 推躺在下面 是 他說得出 我們有什麼警告 都是不知名 好了 就如1號凌晨 2號凌晨 不如快晨 你會不會作出 一個正式的投訴 我們 我們 我們逐步做 我們現在 首先交代清楚 這些問題 先了解清楚 我們一定會 退更進去約會 然後 搞清楚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 你以後是不是這樣 對監察員 對傳媒 都一樣要搞清楚 你不可以說 我今天 強硬人 上台 我就要強硬 過往的承諾 沒有 回歸之前 說已經可以了 我們都不行的 你也要解釋 為何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有轉變 政策上有轉變 你是需要宣佈的 你突然間 突然間 突然間 不說 就已經不存在 但又不是這樣的 而且這個轉變 都不是說你交代就可以了 你也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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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才可以 國際聯繫 你先跟不跟 政府其實屢次都說 他們對這個約翰內斯堡原則 會尊重 但是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其他地方 會說國際準則去尊重 盡量做吧 但你現實的時候 你又根本做另外一套 那就不行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警隊 不可以說 招令直軌 或者是 你觀著兩個口 有一班警察 警官就讓我們在這裏 另一班警官 接著就要逮捕我們 你們怎麼搞得通 記者也是 譬如說你有沒有搞錯 射到東西的時候 你也要看清楚 你自己射到什麼人 記者又射 誰都射 即是離譜 大舅說 他幾吋就罪了 記者就是愚蠢 好 你現在在民陣開會 現在他們在談些什麼 民陣今晚是開會的 不過 我們派了另一個代表去開 所以 現場我就不在這裏 細節的事 都要事由自知 好了 我們會留意著 看看你會不會正式 向監警會做出投訴 我們未必有兩間警會 我們首先要警察高層去交代 是吧 因為很關鍵的就是 究竟是不是轉變政策 轉變政策 即是我們警察倒退的政策上面 我們希望維護到我們的空間 可以有效地去 而且是好事 我們一定從壞的 找到一個好處 就是透過你這次的不愉快事件 能夠認識到 人權的重要 以及國際公約很重要 真的 是啊 正在這一個問題 就是說 原來我們 香港仍然有一些人權組織 都可以有這樣的空間去做事 過往 不過今天就未必有了 這個我們要再搞清楚 或者記者過往也可以採訪 我們經常都說 這是可能整套東西 我們整個社會倒退的徵兆來的 是啊 所以我們 有人問我們 你是不是真的 香港的言論自由 岌岌可危 好像我們說 其實真的 你看一下 就是自由 我記得前政務司長 陳方安生說 自由就好像懷孕 你不可以說我部分懷孕 自由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當你其實 你已經這麼大部分沒有了 還不是岌岌可危 還有事實上現在是溫水煮蛙 是 路鋪 你看到那幾個星光都死掉了 那你還在說 沒有東西 剛剛差了半度 這個階段 不是的 實際上 你已經在改變實際權利的狀況 是吧 也不可能這樣亂來 是吧 好啦 不如你可不可以就新聞自由的問題 因為昨天馬姐出來公佈了他們的年報 都說了一些我們都幾害怕的結論 就是你的觀察 我想他們的觀察就是很坦誠的 和現實是很接近的 因為你看到很準確的 應該大家整體社會 無論是傳媒自己的高職人員的自我評估 或者是外面公眾的看法 都是看到現在是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是吧 那現在去到這裏 還不是向警鐘 這個警鐘 當然是 就不只是對這個傳媒行業 是吧 其實整個社會 都受著威脅的 因為這些 傳媒的運作 最後呢 是確保了我們的資訊 觀點的多元 即是公共制衡 但是如果這個傳媒 是可以讓它操縱去玩的 到時候或者跟著 因為種種的壓力 扮演不到那個 一面示範的角色 那是很大件事 因為其實 我們現在的社會 證明的手太長 沒有人去看著它 所以更好笑的是 我今宵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 主持人還猛問我 我們要求制定那個資訊自由發 他還說 為什麼我要制定資訊自由發 方便你們記者做事 記者不應該主動去找事 去發掘一些問題 我想想說 無線無線神線都難變 大哥 我想去做 但是你都不肯給我 我怎麼做 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上的問題 這個資訊自由發 不只是記者可以用 普通市民都可以用 所有公文都可以用 為什麼說 方便我們做 為什麼你不問他 為什麼明明他有資訊 他現在要收起來 為什麼要收起來 你應該要問他 為什麼不是說方便我們做事 這些概念本末倒置 資訊就持力量 你把資訊收在自己那裏 公眾是沒有的 你等於把公眾剝奪了最基本的東西 還有你現代社會真的任何樣東西 你都用權力去貼入我們每一個空間 大哥以前住屋 你不行了 可能你的朋友 現在不是的 現在全部是公屋 或者其他東西 社會又太複雜 但是去到那一段 政府權力大得很厲害 如果你這些資訊不公開的話 其實我們就處於很劣的弱勢 如果繼續容易這樣做 其實我們根本 無論是做自己的 生活很基本的決定好 或者是面對一些侵權 或者其他東西 你都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 而且還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其實是沒有反對黨的 老實說 你在其他地方 就是兩黨制或者三黨制 那些多黨制那些 它是可以你執政黨不講 它那個所謂的在野黨可以講 但是香港是沒有的 現在是政府加建制黨 那些資訊 泰國都說了 落選的時候下野 會發揮一個積極的作用 但是香港你是很難做得到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你還要將那些資訊 越來越所謂中央集權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概念 要做多些人權的教育工作 是由政府當局或者警察 續樣去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很危險 因為變成它選擇性地去做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有一個完整的知情 現在就是選擇性地去發放信息 經常搞一些吹風會 香港那些官員就變成員工 乖就請你去 不乖就沒有你份 當然了 你把你逮捕機制那些 你跟他說他沒有開正式記者會 他就說這個林瑞麟已經是多次會見傳媒 會見 不過就是選來見 他根本就不答你有沒有開記者會 他不如說他是透過電台的節目 竟然向幾百萬市民講過 他有講過的 他有講過這件事 我記得當時是否 我不記得是林鄭月娥還是哪一個 他就是 好像邱彤華 他就說 局長已經是多次透過電台節目 向這個 公眾解釋 我心想真是 你又不說你是因什麼標準 想什麼的節目 是否你明知他不會質疑 那些你就想 所有這些事情 你都要講 不可以講一半 不講一半 然後你講到自己好像很公開 但實際上其實就不是 是啊 如果有些傳媒 本身是被排擠於外 有些是友善一些 或者是他的操作 或者是他的節目是由性的 去講一些東西 沒有什麼去挑戰他 質疑他的東西 其他就不去 這個就是選擇性 這一類的安排 其實到最後就是 剝奪我們那個完整的資訊權 無論親他的 不同他看法的 傳媒有機會在這裡 查詢 公開那個 還有跟著那個 回答的 是公正的 就不只是我回答 這一班我回答那班不回答 還有你要做大一幫 拉一派打派的 這些傳媒手法 其實真的 等於這些國家 自己官方媒介 我就講 其他私人媒介 我就壓縮你 逼你埋牆 就是分別不大 是 現在終於 這個剃補的條例 都要拿出來給市民 諮詢 你有什麼看法 現在終於這裏諮詢了 這個諮詢 明顯是 假諮詢 只是緩兵之計 如果你說 我現在 既然大家 去質疑到我 很基本的問題 就不是我簡單的 做法哪一部分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假氣真做 他說諮詢 雖然他說在他的原修訂方案 那裏 就是去做基礎 我為什麼要理他 你既然諮詢 我就只要說 我覺得香港不需要 如果大家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在他前提的前釋 那裏做事 下午有位青年朋友問我 他說他都有上街 他說現在情況如何 他說現在當然要打六死狗 當然要加住 當然要多些東西 很簡單 真是 沒理由就這樣放過他 真是 我想一個政府 如果他去到一個地步 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 到最後他還是要達成他的目標 就變成了實際上 那個矛盾是解決不了的 我懷疑他只是希望氣氛好之後 他就可以接駁就過了 但是我想現實上 我想這次的事情 不會那麼容易放過他 你不要當那些人說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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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在關 Coffee 反而是應該很容易做 拖牌你 你 tons不足 所以ionar Garden Healing 站著去研究 斬手這邊 我會想說是錯在的 愛國教育 又攪一通識教育 如果出來做一個開明的 這個不說反動的老師就會在教室裏面 拿了這些活生的例子跟同學分享 跟分析不知多好 我們現在應該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應該是講公民教育 我覺得公民教育是很接受的 但如果你說愛國教育 我聽見這個字 對不起我們經歷過六七十年代的人 對於這些字眼是非常之敏感 亦都有擔憂 其實我們研究甚至是政府自己那份報告 都說國際上都是講公民教育 是誰說的那些 為何我們要偷換概念 用國民教育去取代公民教育科 最大的目的就是把普世性的東西剝掉 然後用一些感情用事的東西 國民當然要感情上支持 取代一個理性獨立思考 然後很多事情就是國情論 中國是這樣的 我們人多所以就要侵權 這些說法 到最後其實他現在加上評估 會使到校園上有個窒息氣氛 那些年輕人 如果我兒子學做精仔 他們說愛不愛國 他表現了一些小情的愛國出來 所以就說 連內地的人都說 就是因為內地有這些愛國教育 黨的教育 其實他很小就已經開始訓練到自己 很懂得因應那個人的要求 去給一些答案 好用的便面 其實就很小就教你說謊 這個是很差的東西 好 我們一定不可以看香港 會變成這樣的地步 好 時間夠了 多謝你 下雨了 多謝大家 好嗎 多謝麥姐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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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